女儿背着妈妈找了一个大自己20岁的男友 还拼死拼活要给人家孩子去当后妈 哪成想两个人走在大街上 正巧被老母亲撞爆 见这个老男人抱着自己的女儿 母亲气得直接冲了过去 得知两个人正在谈恋爱 母亲直接将女儿转回了家 母亲实在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怎么能看上那种男人 还像着了魔似的要给人家去养孩子 早上男朋友拎着豆腐从多爱家门口经过 因为两人约定好 每天早上都要见上一面 还不等多爱出来 妹妹多人正好回家 见这个陌生的男人一直在盯着自己家 而且还拎着黑色塑料袋 多人顿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更可怕的是 他还一直跟着多人来到了楼上 多人灵机一动 赶紧假装给姐姐打电话让他开门 可即使这样也没能把他吓跑 屋里的妈妈和姐姐听到多人的叫喊声 赶紧拎着棍子出来查看 多爱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男友 见妈妈气势汹汹的样子 多爱急忙暗示男友离开 和女儿被欺负 母亲并没有想放过她的意思 听到吵闹声的二女儿也跑了出来 丈母娘把女婿当成了变态 这下可真是彻底乱了 随后老母亲一棒子 就朝着女婿的后脑勺飞了过去 幸好砸在旁边的钉子上 才让女婿躲过一劫 可丈母娘依旧紧追不舍 不成想一脚踩在了女婿的buff上 见母亲摔倒在地 性格彪悍的老二多情 又拎起棒子追了上去 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三个女儿养大 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终身大事 因为自己已经从一段不幸的婚姻走出来 母亲又怎么能让悲剧再次重演 可孩子大了真是不省心 老大多爱居然找了个这样的满意 老母亲又哪会想到 二女儿竟然也爱上了一个更不靠谱的男人 男人被母亲逼迫 代替哥哥出去相亲 结果刚来到约会地点 就被一个女孩看上 见到男人英俊的脸庞 女孩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这男人要是能被自己拿下 这辈子也就没有遗憾了 而就在这时 跟女孩约好的江代表也正好过来 多情热情地跟江代表打招呼 哪成想旁边的人羽 却把多情当成了自己的相亲对象 而江代表也正巧在这个时候 来了一个重要的电话 当人羽坐在多情的面前 多情整个人都懵了 缓过神来以后 他赶紧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 人羽以为自己不是对方的理想型 还在心里暗自气息 多情慌张地拿起水杯 想要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可因为过于紧张 一口水直接呛在了嗓子眼 人羽担心地一把握住了女孩的手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多情的心都要翘出来了 他还以为这个帅气的男人 真的喜欢上了自己 其实人羽是看到了身后 来监视自己的妈妈 能被这么帅气的男人搭讪 多情已经彻底迷失了自我 就在这时人羽的母亲打来了电话 老母亲不得不感叹郑会长 怎么能把女儿养得这么好 虽然是富家小姐 可人家一点都没有大小姐的架子 果然有钱人家的女儿 从哪看都挑不出毛病 可人羽却认为对方又傻又难看 不过他要是不听母亲的话 零花田可马上就要断了 无奈的人羽只好答应母亲 明天还有女孩在这里见面 挂断电话母亲还忍不住 偷拍了一张照片 这时将代表打完电话来找多情 人羽这才知道自己竟然认错了人 其实人羽的哥哥一直很讨厌相亲 而这次的相亲对象 正好在下电梯的时候被舅舅撞到 得知郑会长的女儿 要跟自己的外甥相亲 舅舅赶紧找借口把对方弄走了 原来两个人曾经就是情侣关系 那种女人舅舅是再了解不过了 这边多情因为母亲新书畅销的事 被江代表约出来 可哪成想江代表却想用妈妈的新书套购 所以江代表想让多情一起帮忙 多情生气地告诉江代表 就算他们在缺钱 妈妈也不会同意用这种下三满的手段 江代表冷嘲热讽 觉得他们一家人连住的地方都快没了 还维护那仅有的一点自尊有什么用 多情没办法接受江代表的做法 便生气地离开了 这边圣语和舅舅准备离开时 正巧碰到两个人拉拉扯扯 因为这里是高级酒店 大家误认为两人是不正当关系 可圣语见老男人不断纠缠 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直接拽过多情将他送到了出租车上 临走时还好心嘱咐他以后不要再来这种地方 女人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竟然还在家里摆大喜 哪想到下一秒房东就找上门来 做这么好的菜却不交房租 房东心里别替我多生气 并且警告他立马收拾东西滚出这里 可女人却高兴地告诉房东 要是把我赶出去你可就亏大了 因为自己新书已经热卖 很快自己就会成为这个城市最有名的作家 到时候大家知道你的房子被一个名人住过 那房价肯定会瞬间飙升的 其实松静并不知道自己被骗 第二天还去弄什么新书研讨会 结果却被酒店老板赶了出去 还把松静母女俩当成了骗子 松静带着女儿狼狈地走出酒店 结果却听到老板不但嘲讽自己 还侮辱自己的女儿 因为几天前 圣语和舅舅在酒店门口 遇到多情跟一个老男人撕扯 而且误以为多情是个不正经的女人 母亲听到女儿被侮辱 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转身就狠狠地向男人踢过去 可男人躲得及时 一脚落在了外甥身上 随后松静又狠狠地将男人臭骂了一个 多情也警告他 要是再敢说妈妈是骗子 下次绝不会这么轻易饶了你 就在母女俩心烦意乱准备回去的时候 又被一个男人叫做名字 松静一眼就认出 这个男人是在过了院一起长大的哥哥 而且还是松静的初恋 两人虽然二十多年未见 可感情却一点没变 而知松静一个人把三个女儿养大 明知心疼的都要哭了 第二天明知就热情地送来了自家卖的年糕 多情一看盒子上的牌子 立马愣住了 女儿实在难以置信 昨天看上的那个男人 竟然是大叔的儿子 多情激动的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被年糕噎过去 可收了人家的礼物肯定也要回礼 多情一听这回自己的机会可来了 精心打扮一番后 多情急忙来到了男神的家 结果刚到门口就被男人的妈妈看到 更可笑的是 竟然还把多情当作未来儿媳 请到了家里 女人物把穷女孩当成财阀天津带回家 还高兴地将她介绍给文姬奶奶和爷爷 第一次见孙媳妇奶奶和爷爷喜欢得不得了 婆婆还热情地出去买菜 让女孩留在家里吃饭 这可把门口的大儿子急坏了 因为她知道弟弟替自己相亲那天认错了相亲对象 还在酒店门口把多情当成不正经的姑娘 见爷爷那么喜欢多情 圣语还没办法插嘴 奶奶见孙子趴在那里偷看 还以为她是后悔了 此刻屋里的两个人聊得别提有多开心 原来这黑色的松饼是爷爷新研制的食品 而且里面加了少量的爱业 哪愁想多情一口就吃出了爱业的味道 作为营养师的多情 觉得这爱业加的是恰到好处 爷爷一看这孩子对美食还有研究 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另一边婆婆买菜回来的路上 给会长夫人打句电话 还夸奖她怎么能把女儿养得这么好 会长夫人问她是不是弄错了 因为母女俩昨天就已经去了巴黎 根本就没在家 还不等把话说清楚 她就看见二儿子像疯了似的跑了回来 这边圣语趁机把多情叫了出来 还让她现在立马回家 多情觉得圣语一定还把自己 当成那种奇怪的女人 可圣语却说 你怎么也不能跟我弟弟见我一面 就赖在家里不走吧 就这样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将在了那里 这边文姬奶奶在摘菜的时候 人也跑了回来 屋里的圣语还在劝多情 可不可以先回家 没想到这句话却被爷爷听到 爷爷责怪孙子 怎么能赶客人回去呢 事情被弄得一团糟 多情也有点懵了 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人语却拽住了她 就在这个时候婆婆也回来了 还问女孩到底是谁 为什么冒充郑会长的女儿考来相亲 这下多情才想起来是自己误会了 而且人语也根本不是喜欢上了自己 这下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奇葩的妈妈 为了阻止女儿和离婚老男人的爱情 既然答应让他们在一起生活一个月 但妈妈也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跟自己一起生活 松静知道江医生有个正处于叛逆期的儿子 自己还有三个女儿 这家人要是凑在一起 老母亲相信超不过一周就能把两个人缴合房了 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房子 松静因为没钱交房租 房东已经把房子租给了别人 实在没办法 松静只好来找明智帮忙 因为他听明智说过 岳父给孙子留了一套婚房 因为几天前相亲弄了一场闹剧 外公一气之下决定把房子租出去 所以松静的意思是 可不可以先把房子借给自己又一个月 等找到合适的房子就会立马搬走 可哪成想 外公的儿子南极听说后 也开始惦记这套房子 明智一看小舅子要住这房子 自己这边肯定是黄了 可他想了想无家可归的松静 于是硬着头皮跟岳父说了这件事 岳父一听是跟女婿在过儿院一起长大的朋友 而且只借用一个月 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女婿 但老爷子根本没想到女婿口中的朋友竟然会是个女人 就这样松静收拾好东西准备连夜搬嫁 多情听说要搬到麻雀末房的老板家 头的都要哭了 几天前妈妈在酒店还把他们家的大儿子踢伤了 这时松静才知道 那个文质彬彬的男人竟然是明智的儿子 最闹心的是自己跟他二儿子还打过一架 可现在东西都已经搬出来 难道还能去露宿街头吗 当松静拉着一辆车的东西过来 当场就把外公弄懵了 这要是把四个女人弄过来 家里立刻就乱套了 松静害怕老爷子反悔 急忙往屋里搬东西 多情也怕被认出来 赶紧趁机躲了起来 但结果这天上班 盛宇差点错过了公交 幸亏多情帮忙才避免自己迟到 因为两个人之前的各种经历 让此刻的气氛显得异常尴尬 直到盛宇拿出公司的调查问卷 才打破了这个僵局 原来盛宇公司每次生产新鞋 都要对新产品进行测试 不久前多情就参加了他们的测试活动 因为刚进公司没多长时间 盛宇正为这件事发愁 多情在这个时候给他一个重要的提示 既然是测试新产品 就绝对不能找懒惰不喜欢走路的人 盛宇一看 多情不正适合自己的产品测试吗 多情没想到 晚上真的收到了盛宇送来的调查问卷 还有做测试的新款运动鞋 第二天早上 盛宇就看到了正在爬山的多情 看到他不小心摔倒 盛宇还暖心地递过一瓶水 让他清洗伤口 看到阳光下的多情 盛宇不知为何突然有了心动的感觉 他一下想起刚才多情摔倒时 会不会伤到脚 当他蹲下来查看才发现 竟然是因为鞋子大了一码 多情解释道 因为自己跟妈妈的脚只差一码 所以鞋子一直都是跟妈妈一起穿 鞋也只大了一点点 回去垫个鞋垫就没事了 得知原因后 盛宇更加同情这个懂事的女孩 回去的路上 多情不小心又一次摔倒在垫上 刚要起身却发现 盛宇的手已经伸了过来 他面带微笑正式向多情介绍了自己 他拉起多情并嘱咐他 以后爬山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一点 不然还以为是自己的产体出了问题 晚上盛宇又给多情送来了一双鞋 还贴心地帮忙穿好了鞋带 就这样盛宇和多情也渐渐熟悉起来 家里的水管坏了 盛宇也热情地过来帮忙 每天早上 也习惯性地在公交站点等着多情 见多情迟迟不来 心里还莫名地有点小失望 而另一边的弟弟还在想办法 如何把多情一家赶出去 为了逼迫女儿跟女婿分手 老母亲真是煞费苦心 不但把女婿安排住在自己隔壁的房间 甚至连吃饭都不能让他跟女儿坐在一起 这天母亲正准备上厕所 却不小心掉进了马桶里 女婿一听到喊叫声急忙跑进来查看 母亲出来生气地质问几个孩子 是谁把马桶盖掀起来的 女婿看到儿子的表情 猜到一定是这臭小子干的 没办法他只能低下口 替儿子背起这个黑锅 得知是女婿干的 老母亲更来劲了 其实大家并不知道母亲是故意的 二女儿觉得 既然决定住在一起 妈妈这么做生日点太过分了 可母亲断定女儿只是暂时瞎了眼 才找了一个这样的男人 想给人家当后妈哪有那么容易 到时候吵着离婚可就啥都晚了 另一边两个人还在厨房里秀着恩爱 虽然被丈母娘盯着 但只要能跟多爱在一起 就算受再多委屈 将医生也能忍住 当多爱这要把一块豆腐送到满有嘴里的时候 老母亲正巧在这个时候来了 女婿急忙把滚烫的豆腐含在嘴里 母亲怒气冲冲地走过来 问她为什么不遵守当时的约定 女儿赶紧解释她们是用了勺子 而且连手指都没碰到 可母亲却说用勺子也不行 让一个寄宿的人长什么咸淡 松敬本以为一家人可以安安稳稳在这里住上一个月 可一个男人的到来 彻底打乱了她的计划 原来南极一直都想搬进这个房子 哪成想干爹竟然把房子租给了松敬 因为不久前在酒店闹的一场误会 南极一直把松敬母女当成骗子 就这样两个人因为房子的是吵了起来 南极还差点从台阶上摔下去 幸好松敬及时拽住 才让她躲过一劫 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个人对彼此的厌恶 南极害怕他们就买一个月会继续要在这里 于是决定跟美英联手将他们赶出去 对于这种穷人只要用钱就能够解决 南极让美英把租房合同弄来 然后给他们三倍或者四倍的钱 他们一定会心存感激地搬出去 得知几个人是骗子 美英就算亏了这笔钱也要把他们赶走 当美英来找松敬说想看一下租房合同时 松敬却支持吴吴吴吴吴该怎么回答 没办法他只能骚访说忘记放在哪里 晚一点找到再给他拿过去 随后松敬就给明子打去了电话 其实外公看他的奴女可怜 所以瞒着一家人让李旭免了房租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外公直接手写了一份锁头 外公竟然用松敬写的一本自传 顶了一个月的房租 得知这个结果 美英和南极都快气疯了 第二天南极又来跟松敬找茬 他口口声声说他就是骗子 要是不想再丢人现眼 就知趣点赶紧搬出这个家 哪成想在关键时刻女婿出手了 见江医生恶狠狠的样子 南极吓得都快要站不住了 松敬得意洋洋的说 今天就放你嘛 出了这口恶气 松敬这下可乐坏了 江医生也没想到 自己还有这种机会表现 不管怎样 松敬还是感谢江医生 今天能及时帮忙 另一边南极和美英 又会想出什么馊主意呢 女房东热情的邀请 明具来家里吃饭 结果就准备了几盘泡菜 老母亲见女儿的这几个菜 气得简直就要疯了 平时自己家吃饭也没这么单调 难道你就要用那几盘泡菜 来招待客人吗 可女儿却说 邻里邻居的住着又不是什么贵客 有这些吃的就已经不错了 等松敬带着孩子过来 人家还带了两盘提前做好的牛肉 见客人准备了牛肉 老父亲告诉女儿 也赶紧把招待客人的菜端上来 这把大家弄得都十分尴尬 没想到美英却说 大家都住一个院子 何必要假惺惺的摆样子呢 虽然美英的话 让松敬的心里很不舒服 可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很感激外公 能把房子借给自己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Flyckle还主动为大家献上一首歌曲 就在大家聊得正开心的时候 南极却突然闯了进来 而他过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跟美英合伙 揭穿松敬这个骗子 还拿出松敬的亲笔签名 跟合同上的做了对比 要不是自己及时发现 估计房子很快就要被人家发占了 所以南极想知道 是谁在背后帮忙签了这份假合同 见两个人在这里一唱一刻的 林植刚要起身解释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松敬却站出来说名字 确实是自己签的 为了揭穿松敬 南极还把笔递过来 想让他当场出丑 见母亲双手颤抖地拿着笔 女儿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她不能眼看着母亲 在众人面前被侮辱 几个女儿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本来就没准备大鱼大肉 招待人家就觉得很丢脸 没想到还论负这样的事 林植把南极叫出来 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 难道你就不觉得 他们奴隶几个人很可怜吗 而且还在孩子们面前 说人家是骗子 可南极不明白 大家明明知道 那份合同是假的 为什么还要帮那个女人说话 松敬不想让明知为难 直接将南极叫到了自己家 这南极揪着笔算 松敬气得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随后拿出自己 仅有的一点钱交给南极 顶上次在酒店 签名占场地的费用 因为上次做签名卫 松敬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骗 更不知道那地方是没付过钱的 虽然这钱花得太晕 可松敬不想在孩子们面前 被人说成骗子 定让南极拿着自己的血汗钱 赶紧滚蛋 对于妈妈和舅舅的乐行 任宇也参与在其中 可事情发生后 他的心里反而更加难过 多情告诉他 自己搬到这里 并不是为了接近他 更不可能让妈妈 受着那么大的委屈搬出去 多情承认自己对任宇 确实动过心 不过他让任宇放心 现在自己早就打消了那个念头 而且一个日就会搬出去 绝不会像舅舅说的那样 赖在这里不走 其实任宇是想为自己之前的行为 跟多情道歉 结果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南极离开后也开始反省 自己一个大男人 怎么能跟带着三个孩子的 单亲母亲计较呢 虽然美英做得很过分 不过为了以后能够和睦相处 丈夫也并没有怪他 虽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但松敬在孩子面前 还要装作入无其事 称其一片天做个坚强的妈妈 丈母娘突然发现 女婿跟林家女人的关系很不一般 还夸奖人家穿着 打扮非常有品位 虽然心里觉得不对劲 但丈母娘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其实丈母娘也心知度盈 女儿好吃懒做 房间不收拾不说 就连碗都不耍 哪个男人娶这样的老婆不得头疼 更何况隔壁还搬来一个 这么端庄大方的女人 而且人家还是会写书的作家 女儿还没想什么 丈母娘却有了巨大的危机感 得知松敬的衣服 都是二女儿帮忙买的 奶奶便带着多情出来逛街 其实老太太是想让他们 帮自己的女儿来选衣服 哪成小女儿却说 这衣服实在太苦 老母亲实在搞不懂 女儿到底是什么眼光 整天穿的花枝招展 还以为自己是小学生吗 可女儿却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穿衣风格 干嘛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每应顿时被母亲的话惊住了 难道她在背后说 穿的老土了吗 最好还是让她先打扮一下自己吧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领个大叔出去呢 这时正好明知下班回来 见邻居家没开灯 还担心孙静这么晚没回来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而这一幕正好被丈母娘看到 见女婿不断看向邻居家 老太太心里更慌了 她赶紧叫住女婿 开始嘘寒问暖 还说美英一直在家等着她吃饭 别看美英平时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心里可一直惦记着她嘛 听到丈母娘的话 女婿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这么好的女婿真怕女儿不好好珍惜 这天松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说看上了她的文笔 想请她帮忙写字转 看到对方出三千万的费用 松静当时就不淡定了 这可是自己平时一年的生活费呀 没想到天上还真造下来一个大献鼻 签完合同后松静才知道 莫凤老板竟然是她最讨厌的人 这让松静顿时有了一种对耍的感觉 松静不明白南极为什么不能放过自己 昨天还说自己是骗子 今天却反过来骗自己在合同上签字 到底谁才是骗子 兄弟俩同时喜欢上了新搬来的邻家女孩 哥哥成熟稳重的性格 也让多情对她产生了好感 可弟弟对这件事却毫无察觉 而且总是找机会想要讨好多情 为了尽快解除两个人之前的误会 人羽特意在院子里准备了一场派对 并且向林家三姐妹道歉 希望他们能得及前嫌 一切都重新开始 其实大家并不知道这句话是说给多情的 反过来多人却说 还是哥哥最有魅力 就连棉花有主的姐姐也是这么认为 不过这兄弟俩并不在乎这些话 反而是一直在乎多情的态度 结果多情却什么都没有说 这边屋里的长辈见孩子们能够和睦相处 心里都非常高兴 怕孩子们发现自己偷听 还过意躲了起来 可当奶奶听到孩子要去K哥 瞬间毫无睡意 还高兴地追在孩子们的身后 吵着要跟大家一起去 在一起玩了几个小时 以前的不愉快也都被抛在了脑后 人羽其实很羡慕哥哥和多情 一直相处得很融洽 反而跟自己的关系却显得很不自在 回到家江医生却一直很不开心 还阴阳怪气地说 隔壁家的大儿子还真挺不负 没想到多爱还急忙起身 开始对圣女一顿赞美 结果江医生的心里更难受了 另一边母亲得知是南极请自己写自传 就算给再多的钱也要跟她解除合同 可南极却紧追不舍 还真心实意地向松敬道了欠 向来高傲的总裁突然改变以往的态度 这让松敬实在摸不着头脑 回去后正巧碰到了圣女 圣女还主动向松敬借一本她写的自传 因为自己去过书店 但这本书好像已经卖光了 能得到年轻人的认可 松敬非常意外 还把随身携带的这本书送给了圣女 嘴里还不断地感叹圣女要是能给自己当女婿该有多好 可转身回到家 看见江医生这张老脸 老母亲就憋得喘不过气 就连吃饭都不愿意跟她坐在一起 母亲生气得得怪两个女儿怎么就这么不听话 琳琳让她们看好姐姐 怎么还能跟她们坐在一起有说有笑 要是能带回像圣女那样的女婿该有多好 知道大女儿没希望 母亲便将目光放在二女儿身上 可多情劝母亲不要在人家身上打主意 搞不好还以为咱们真想霸占人家的房子 住够一个月就快点离开这里 丈母娘的这些话正巧被江医生听到 此刻她的内心别提有多伤心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可三个女儿却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妈妈生日这天就是被孤儿院领养的日子 所以没有一个人敢提起妈妈的伤心往事 可哪想到女婿拍马屁竟拍到了马蹄子上 见丈母娘这么说 女婿赶紧拿出手机查看 可自己确实没有记错呀 多爱暗示男友赶紧闭嘴 结果下一秒又来一个添堵的 这么大孩子管自己叫外婆 松静差点没被气死 本来就看不上这对父子 反过来又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烟 松静被气得转身就回到了房间 大女儿觉得母亲这么做实在是太过分了 江医生就不说了 恩赶还是个孩子 一起住这么长时间 妈妈从来不正眼看她 就连吃饭都不能上桌 难道妈妈不觉得自己也有问题吗 见女儿这么说 妈妈也忍不住发起了脾气 其实母亲刚进来的时候 也为自己的冲动非常后悔 可女儿为了一个才接触几天的孩子来教训自己 妈妈已经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 同时母亲也谢谢女儿 在自己53岁生日这天 给妈妈一个难忘的生日 让松静更没想到的是 同一天对过任领养的明直 也给她准备了礼物 松静很感激明直的这份心意 但她还没从那段阴影里走出来 最后还是拒绝了明直的好意 因为有着同样的经历 所以明直很理解松静 后来明直发现 家里人给自己庆祝生日 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所以她希望多情也能想办法 帮妈妈走出那个阴影 临走前还把蛋糕交给了多情 有了叔叔的提醒 多情决定要把妈妈的生日 弄成最高兴的一天 可明直一直站在院子里等到天黑 也没看到几个孩子给松静过生日 就在这时松静刚要打开大门回家 三个女儿却藏在身后叫住了妈妈 随后孩子们手捧蛋糕 唱着妈妈最喜欢的歌来到身边 女儿感谢妈妈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 还让他们三个姐妹相识在一起 见女儿这么懂事 妈妈瞬间被感动哭了 另一边明直看到这一面 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可丈母娘却突然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 还误以为女婿是看上了邻居家的妈妈 40岁的大叔看上了53岁的丹妻妈妈 还偷偷把松静用的电脑桌面 换成了自己的照片 本以为松静看到自己是慈善协会的代表 会改变对她的看法 可没想到松静不但换掉了照片 还说自己最讨厌装枪做事的人 就在这时松静突然发现 圣语还给自己的书里面还加了一张字条 里面竟然是江医生写给大女儿的情书 这要是把江医生是自己女婿的事传出去 那可就刀了 而松静慌张的样子 瞬间引起了南极的好奇心 随后便找各种借口凑到松静的身边 一边找些莫名其妙的话题 为一只手去伸向人家的兜脸 可松静突然起身的时候竟然暴露了 幸好南极反应够快才糊弄过去 随后他又偷偷给助理打电话 让他把空调调到35度 自己却坐在旁边喝冰水降温 果然不出所料 松静很快就被热得满脱大汗 实在没办法 他只好把外套脱掉 见松静已经上钩 南极急忙端来一杯冰水 随手又好心的要帮他去挂衣服 拿到松静的衣服 他直接掏出了兜里的字条 松静就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 上来就是两个爸爸 等松静回家的时候 竟发现自己的公交卡忘带了 就在这时南极开着他的豪车 又来到了公交站点 还伸手示意他赶紧上车 见松静白了自己一眼 拥有总裁身份的南极 竟当众耍起了无奈 松静实在丢不起这个人 只能无奈地上了车 路上松静一改往日泼辣的性格 一句话都不想说 看着这张忧郁的脸 南极似乎读懂了松静的不意 这也让他对这个大自己 十几岁的女人越来越感兴趣了 女婿大晚上偷看 隔壁新搬来的单亲妈妈 结果竟被赵母娘逮个正着 女婿下的惊慌失措 不知该如何跟她解释 赵母娘不敢相信 自己最信任的女婿 竟然能干出这么丢人的事 每天她都早早地守在门口 等着送女孩上班 可遗憾的是女孩的心里 却装着另一个男人 其实仁宇知道 那个男人就是自己的哥哥 虽然想去仁宇 决定要跟哥哥和平竞争 但哥哥希望 他这次也像以前一样 只是玩玩而已 这天多情被圣语邀请 去公司拍摄宣传海报 之后组长热情地邀请他 一起参加晚上的聚餐 可多情却说 今晚自己已经约了人 圣语又何尝不知 那个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弟弟 即使知道 他还是把多情 送到了约会地点 虽然心里很不情愿 但还是叫住了多情 人语吃饭前在心中祈祷 希望这不是最后一顿晚餐 而是成为一个美好的开始 多情现在只想跟他成为好朋友 真的不想再让人语开这种玩笑 人语告诉多情跟自己在这里 吃饭的女孩数不胜数 但是有一天 他突然开始厌恶那时候的自己 因为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 一个不一样的女孩 多情承认第一次见面 自己却拾动了心 但那天在他的心里 已经变成了一份美好的回忆 吃完这顿饭 多情就准备离开了 可人语还是追过来 希望他能给自己一次机会 就在这时圣语打来了电话 但多情并没有接听 随后人语的手机也突然响了起来 就这样圣语拉着多情离开了这里 人语的心也瞬间降到冰点 其实多情真的很害怕兄弟俩 会因为自己把关系闹僵 不过圣语并不想让他为难 而是告诉多情让他慢慢考虑 想好了再回答自己 听到圣语的话 多情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 两人回到家听到人语独自坐在地上 唱着伤感的歌 哥哥知道这次严重伤害到了弟弟的自尊心 他心疼的搂多弟弟 说自己让多情考虑好再回答自己 可人语不想让哥哥再给自己希望 自己更不想再当那个坏人 其实兄弟俩很多话都不用多说 即使喜欢上同一个女人 也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感情 早上两人约好一起出来跑步 没想到人语又从背后跟了上来 还指着两人说自己一定会找他们报仇 看见人语幼稚的样子 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 另一边南极还在为圣语和多情的是担心 所以他忍不住来找松静想提前探探口风 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儿子 能找个门当户对的儿媳 没想到给儿子介绍的富家千金他不要 偏偏看上隔壁新搬来的单亲女孩 当舅舅得知圣语的想法 惊讶得整个人都懵了 他先是过来看看女孩妈妈的口风 松静见他老是打听自己的女儿 他以为他在女儿身上打什么鬼主意 于是便生气地将南极赶了出去 随后南极又来找美云 美云告诉南极可千万别开这种玩笑 再说圣女连条件那么好的女孩都不要 又怎么可能看上松静的女儿 见美云态度这么坚定 南极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可他万万没想到暴风雨会来得这么快 两个人刚到家就看到圣女和多情抱在了一起 见儿子在大街上抱着一个女人 美云急忙跑了过去 眼看就要被美云抓到 多情吓得整个人都懵了 老母亲怎么也没想到儿子竟带着女人逃跑了 舅舅怕事情败露 特意大声唱歌提示两个人千万要藏好 还强行把美云拽到了另一边 就这样在舅舅的帮助下 两个人成功逃离了母亲的视线 回到家美云就开始在儿子的房间翻掌 看看有没有女孩的照片 舅舅嘱咐人鱼等哥哥回来的时候 一定让他藏好了 免得被妈妈发现惹出什么麻烦 其实一家人也早就发现了圣女的异常 不过谁也不知道家里的长子 到底会看上什么样的女孩 等圣女回来后 妈妈满脸笑容的提起刚才的事 人鱼见状赶紧提醒哥哥千万要把嘴避紧 见识起没什么进展 外公决定第一个去了解情况 外公觉得圣女跟自己的关系最好 一定会把那个女孩的情况说出来 可没想到圣女却告诉他 第二个登场的便是外婆 可就算磨破了嘴结果还是一样 最后登场的就是父亲 结果还不等父亲开口 儿子就以工作为由把他赶了出去 可老母亲又怎能甘心 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跟踪儿子 为了弄清儿子的交往对象到底是谁 老母亲连早餐都不做就开始跟踪儿子 由于体力不支跑几步就被累得气喘吁吁 就在母亲刚准备休息一下时 那个女孩还真的出现了 于是她拼尽所有力气追了上去 可路过转弯处的时候 竟不小心卡倒在地上 就这样美英算是彻底跟丢了 这边外公和父亲早早给圣女 准备好公司做活动药院的年糕 还嘱咐他一定要跟女朋友一起吃 因为父亲特意在上面做了一个爱心的形状 见圣女笑着答应老父亲和外公断定 那个女孩一定就是公司的同事 此刻家里的母亲已经被这件事弄得头昏脑胀 这时美英接到了老公的电话 得知未来儿媳真是儿子公司同事 美英这下可乐坏了 就在她迫不及待地想去买菜庆祝时 正巧碰到了邻居家的三女儿 多人说自己最近在给圣女哥的公司当宣传模特 得知这个消息 美英突然有了一种不响乐预感 转身美英就来到宋静家试探口风 此刻她的路光已经全部放在多人身上 不成想圣女看上的却是二女儿多情 美英向宋静了解了多人的情况 得知多人喜欢的不是圣女这种类型 美英才放下了心 正准备离开 她突然看到桌子上摆着孩子们不久前拍的一张照片 而且多人还挽着圣女的胳膊 美英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转身就离开了 她实在不敢相信儿子怎么会喜欢上这样的女孩 随后扑着给丈夫打句电话 明知得知情况也急忙打回家 美英拽着丈夫来到宋静家看那张照片 见宋静突然出来 美英赶紧解释说这几个孩子太可爱了 可老实的明知却显得非常尴尬 随后美英牵起宋静的手 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想让她知道 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找个各方面都比较般配的女孩 美英突然说这些话 让宋静实在有点摸不着头脑 为了避免引起后患 她决定要给几个孩子安排一场相亲 第二天 美英想主动邀请几个孩子一起逛街吃饭 宋静知道美英的用意 但也不好意思拒绝 多人和多爱很高兴地发应了美英 可心虚的多情却满脸不情愿 但也没有拒绝 见儿子出来 美英还故意大声告诉多人 一定要打扮得差弯一点 等到了约定地点 大家才意识到美英是在给他们安排相亲 很快多爱就找借口离开了 多人还主动承认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 看来只有多情一个人是单身 就在这时得知消息的圣女突然出现在这里 韩阴沉的脸质问多情 为什么今天没去公司 美英气地赶紧上前拽住儿子 几个人正好趁这个机会溜走了 程泰告诉多情自己也是被迫过来相亲 而且自己的家人一定在这附近 为了让各自的家长消除心中的顾虑 程泰拽着多情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孙静主动找到南极 而且把之前让自己写字赚的三千万房给了他 并让他再另起高明 孙静突然做出这样的选择 让南极一时无法接受 可他又哪知道孙静是有自己的苦衷 守寡30年的女人被爸总背回家 他深情地看着这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女人 突然开始对他心生怜悯 早在20年前 孙静丈夫的事业刚有点起色 就要抛弃跟他同甘共苦的妻子 而且当时妻子的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年幼的二女儿哭着恳求爸爸不要离婚 可爸爸却狠心一把推开女儿 见女儿撞破了额头 父亲连看都不看一眼 就在这一刻妻子对他彻底死了心 为了断掉孩子对父亲的留恋 孙静仿称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一个人靠写作维持生活将三个女儿养大 而且在朋友的帮助下还搬到了新家 可他又哪会想到落魄后的丈夫 一直在背后偷偷观察 见孙静搬进这么好的房子 还跟一个大老板有力气来往 于是便对前妻打起了歪主意 还趁机闯入了前妻的家 因为小女儿还在 孙静非常害怕他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 他赶紧把这个渣男拽到了卫生间 质问他为什么要来打扰自己的生活 哪成想前夫找他的目的 竟然是想让那个大老板给自己投资 并威胁孙静 要是不同意 他就会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孩子 情急之下 孙静只好答应他自己会考虑一下 他非常害怕女儿知道自己会有一个如此恶毒的父亲 由于许久后 他第一次拨通了南极的电话 南极心里很清楚 孙静把自己约出来一定有事 即使这样 他还是很高兴 见孙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南极便主动询问 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南极顿时猜到是他的前夫 不久前他亲眼目睹那个男人来纠缠孙静 因此还调查过他的底细 南极知道孙静这么做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孙静的请求 此刻孙静的心里特别难过 他宁愿南极拒绝自己 醉酒后南极本想送他回家 可孙静害怕孩子看到妈妈狼狈的样子 就这样南极把孙静背回了自己家 这么多年孙静把所有的苦都藏在心里 而这也是他第一次放纵自己 看到孙静痛苦的样子 南极突然开始心疼起这个女人 醒来后 孙静才发现自己睡在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于是他便悄悄地离开了这里 清醒过后 他再次找到南极 并且把南极给他的写作费全部退了回来 投资的事也不需要了 孙静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跟南极断绝来往 不出所料前夫很快就来找他 并且询问投资的事办得怎么样 孙静告诉他因为跟南极谈投资的事 已经被他炒了鱿鱼 现在连生活费都没有了 可孙静的话前夫根本不信 还执意要去找孩子挑明自己的身份 就在两人撕扯间 凝植突然出现在两个人的面前 女人把活着的丈夫说成了死人 甚至还隐瞒了二十多年 明直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欺骗三个孩子 说他们的父亲死了 在明直的逼问下 孙静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于是便说出藏在心里二十多年的秘密 这一刻明直的心态崩了 他不敢想象这个可怜的女人到底承受了多少苦 但孙静没想到落魄前夫的脸皮真是厚到了极致 不但以孙静前夫的身份来找南极 询问他是不是真的炒了孙静的鱿鱼 还试图继续商讨投资的事 南极不想跟他废话 直接将这个不要脸的男人赶了出去 见南极不好欺负 他又来找自称是孙静哥哥的明直 而他的目的就是想尽一切犯法骗钱 明直想起他抛肤弃子的行为 恨得牙都痒痒 披头盖脸将他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没想到转身他就换了套路 还来到明直家打起了苦情牌 他希望明直能看在几个孩子的面上借自己一笔钱 等都山再起以后自己才能堂堂正正地面对女儿 明直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便答应借给他两千万 当他正要把钱交给松静的前夫时 南极却突然出现还把钱抢了回去 像这种人只要有第一次就会毫无止境 对于这种无赖就要用更无赖的方法治他 结果南极还不等出手就被前夫打了一拳 南极也借此机会耍起了无赖 前夫见到手的鸭子马上就要飞了 便不管不顾地扑上去抢钱 可他又哪会想到自己算计别人一辈子 这次竟然被别人给算计了 南极杨一年如果不拿出两千万 就以敲诈罪把他送进监狱 可两千万对前夫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实在没办法他只好求明直帮忙求情 可南极已下定决心要替松静报仇 对这种人丝毫没有心软 还逼他写下了和解书 并要求他三天内必须把钱交出来 就在他为这笔钱发愁的时候 二女儿多情却敲响了父亲的门 原来就在不久前他无意间看到了这个人 可母亲明明告诉自己父亲早就死了 因为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多情便来到警局调查 得知父亲还活在世上 他按照地址找了过来 虽然父女俩二十几年都未曾见面 但父亲一眼就认出他是自己的二女儿多情 多情觉得拥有这样的父亲 简直就是姐妹三人的耻辱 冷血的父亲实在不想听女儿在这里指责 便狠心地将她赶了出去 本来没有父亲的存在 多情还畅想跟圣女的未来 可这个厚颜无耻的人突然出现 不但自己和妈妈会被连累 要是知道自己跟圣女的关系 那明知一家也不会再有消停日子 为了不让身边的人收到牵连 多情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女儿才二十八岁 身边却搂着一个十五岁的儿子 父亲不敢相信女儿不但结了婚 竟然还有个这么大的孩子 他不敢想象这二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转身他就要去找前妻算账 女婿立马追过来 命令他马上从这里离开 见女儿和女婿无情的样子 父亲瞬间缝了眼眶 这一刻多爱和江医生的恋情 也彻底给曝光了 林家奶奶发现这个天大的逆逆 急忙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儿 母女俩一直误以为江医生跟松静的关系不一般 可怎么也没想到或是松静的女婿 气不公的奶奶转身就来到松静家 想确认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来松静一直反对女儿跟江医生交往 但接触时间久了 松静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江医生对女儿的好母亲都看在眼里 再想想自己这失败的婚姻 母亲也终于想崩拜了 人生短短几十年 只要女儿能够幸福比什么都重要 二十多年来母女四人相依为命 松静也经常被人欺负 突然家里出现了一个男人 松静就连睡觉都觉得踏实了许多 可前夫的突然出现也彻底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松静一直欺骗女儿说他们的父亲已经死了 如今这个父亲汉突然出现 母亲还担心女儿会怪罪自己 没想到两个女儿都非常理解妈妈 不过多情觉得还是应该早点把这件事告诉妹妹 其实这也是让母亲感到最为难的一件事 另一边渣男父亲还琢磨着 怎么再明知这里弄到钱 哪成想下一秒就被南极看到 就在两个人争论间 多情和妹妹正巧从这里入货 多人刚要上前跟南极打招呼 姐姐却急忙拽住了他 此刻这边的南极也看到了两个孩子 南极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父亲狼狈的样子 他急忙转身挡住松静的前夫 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等前夫走后 南极告诉多情可以去上班了 自己会把多人安全地送到学校 其实多人非常喜欢南极 甚至还感叹要是自己能有一个像他这样的父亲该多好 把多人送到学校南极转身就来找松静 因为自己给大家带来这么多麻烦 松静感到非常抱歉的 二十多年来自己这么努力地生活 最后却弄成了这副德行 虽然身边有了大家宝费 可渣男前夫又怎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母女 摊桌上男人不断注视着对面的女孩 还当着两家人的面与女孩去看电影 见儿子这么热情母亲顿时慌浪 放着自己的女友不管 竟然主动去约别人 外婆也说圣语可是有对象的人 这么做实在是有些不妥 外公还埋怨圣语 这种聚会正应该把女友带过来 很明显大家并不知道圣语喜欢的人其实就是多情 圣语今天的异常让母亲的心里感到十分不安 此刻最干大的人应该是多情 几天前多情已经决定跟圣语分手 并且希望他能做自己的哥哥 可哪想到圣语答应后 突然对多情开始180度大转弯 而且还经常当着家人的面与哥哥的身份照顾他 美依心里十分担心儿子会喜欢上多情 没想到下一秒就看到了儿子紧紧贴在多情的身上 听到母亲的声音圣语并没有像以前一样疯张 嫁儿子无动于衷的样子 母亲气得简直就快疯了 没想到母亲的神助攻竟然让儿子跟多情的距离更近了一步 此刻美依已经整个人都崩溃了 反过来圣语却把事情全部怪罪在妈妈身上 要不是妈妈在后面推了一下 自己怎么会对妹妹做这样的事 一家人都好奇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情急之下美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美英急忙解释刚刚真的只是失误 这时机灵的二儿子哭着埋怨是妈妈毁了自己的爱情 圣语突然这样让多情没眼在面对大家 可圣语却怪他突然把恋人的关系变成了兄妹 难道你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没想到就在这时老母亲弄巧成桌又一次帮了儿子 见到眼前的一幕美英简直就快疯了 圣语却埋怨妈妈为什么要突然开门 甚至已经不在乎母亲的存在 哥哥突然有这么大的变化弟弟都惊呆了 他劝多情还是尽快把哥哥变回原来的样子 姐姐也怀疑妹妹和圣语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于是多情把自己提出分手的是告诉了姐姐 因为爸爸去找圣语的父亲要钱让多情感到十分丢脸 他真的害怕因为自己的无赖父亲会连累了圣语一架 可刚才大家在屋里已经乱作一团 并没注意到醉酒后的父亲在这个时候来到家里耍无赖 几个人趁大家不注意把松茎前夫弄上车 此刻多人的朋友正躲在旁边关注着眼前的一切 而这个男孩正是渣男前夫抛弃松茎后跟小老婆生的儿子 这个小伙子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带着自己心爱的女孩私奔 来到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 他第一次为女友熬汤 第一次小果皮 女孩也被他笨拙的样子深深感动了 他决定不再逃避自己的感情 圣语的贴心让多情明白 他并不在乎自己有没有工作 也不在乎自己的爸爸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面对这么优秀的男人 估计哪个女孩都没办法抗拒 两人和郝卢出以后 圣语决定要向所有人公开他们的恋情 避一遍美英发现儿子突然失踪 急得整个人都快疯了 转身就来找松茎算账 可松茎对这件事却毫不知情 因为情绪激动 美英不但把怀疑两个孩子私奔的事说出来 还口无遮拦说出松茎丈夫的事 可松茎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些话竟被不知情的小女儿听到 松茎本来还在琢磨 怎么把前夫活着的事告诉多人 可万万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被女儿知道 多人一时无法接受 母亲对他隐瞒爸爸还活着的事 便哭着跑出了家 因为自己跟两个姐姐的姓氏不一样 这让他怀疑自己跟姐姐应该不是亲姐妹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多人找到南极 想让他带着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 可看到父亲醉醺醺地拎着两瓶酒回来 多人心里迭铁有多失望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父亲会是这副德行 南极希望他能理解自己的妈妈 哪个孩子愿意接受自己有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很快母亲就找了过来 这一刻多人也似乎理解了妈妈 多情和圣语德之妹妹离家出走 也急忙赶了过来 看到妈妈和姐姐都在担心自己 多人才知道自己在他们的心里有多么重要 见到母女三人抱在一起 南极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决定 南极的话让松静尴尬的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看到松静惊慌失措的样子 南极赶紧解释 自己只是想做他们的义服 因为自己实在是太喜欢这三个孩子了 此刻松静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 这也让他突然发现 南极真的是个很不错的男人 这边跟多情确定了彼此的心意 盛宇决定把多情带回来正式介绍给大家 外公听到这个好消息高兴得合不拢嘴 而此刻的爸爸却开始不断定了 母胎单身三十多年的儿子 突然要把女友带回家 一家人都感到十分震惊 就连外婆的老寒腿都瞬间好了 可这个好消息却让母亲十分不安 因为他一直怀疑盛宇是跟多情在一起 关键时刻还得是舅舅帮忙 他撒谎说盛宇这几天一直都住在自己家 外公告诉女儿别整那些没用的 赶紧把头上的东西摘下去好好准备准备 可美英心里还是没点 反复确认才敢相信儿子的女友应该不是多情 这一刻美英的病全都好了 他急忙帮儿子选好衣服 让他马上去女方家拜访一下 盛宇顿时被母亲的异常弄得一愣一愣的 因为盛宇是家里的长子 母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在美英心里 再好的女孩都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听到母亲的话 盛宇感到十分震气妈妈 美英心里还期待儿子快点把儿媳搭回家 可没想到一转身儿子就去了隔壁家 这下美英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美英疯了事地闯到了松静家 当他听到松静拒绝儿子给他当女婿的时候 美英就更生气了 在母亲的心里 孩子都是自己的宝贝 难道只有女的儿子是最宝贵的吗 此刻情绪激动的美英口如遮拦 不但对松静的女儿一顿侮辱 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当着众人的面 圣女实在是忍无可忍 另一边外公外婆已经换好衣服 等着孙媳妇的到来 此刻明知已经做好了世界大战的准备 因为他早就发现儿子和多情在偷偷恋爱 明知担心多情有个那么不靠谱的父亲 儿子不知道会遇到多少麻烦 他也几次试图劝儿子放手 但结果都是一样 可南极突然拉着明知去了客厅 外公便好奇地跟了过去 这才知道女儿已经在松静家闹翻了天 还大呼小叫要把松静一家赶出去 但在外公的一声用手下 两个人才停了下来 得知圣语要领回来的女友就是多情 外公狠狠地将孙子训斥了一番 第一次见外公发这么大火 一家人都担心地围了上去 其实外公这么做都是给别人看的 实际他早就觉得多情这个孩子不错 圣语万万没想到外公会这么喜欢多情 接下来两个人便开始密谋 该如何对付美英 为了阻止儿子和隔壁女儿见面 母亲大晚上竟然堵在了客厅门口 小儿子劝妈妈可别遭那份罪了 难道你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用手机联系吗 果然不出所料 大儿子正在跟你友包着电话粥 母亲见这招不起作用 大早上起来就把中庭门用鹿板钉死 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在这里偷偷见面了 大儿子实在无法理解 妈妈为什么要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步 就连外婆也觉得美儿实在是太过分了 小儿子不得不佩服妈妈的做法实在是太幼稚 要是这么刺激哥哥 早晚有一天他会精神崩溃的 可美英又哪会想到性格腼腆的儿子 竟然被他逼得越来越离不开多情 不管多着急都会在上班前看看多情 美英还得意的把一个女人的照片故意拿给他 让多情帮忙看看这个女孩怎么样 哪成想下一秒 儿子就抢过照片跟你有一顿对比 家儿子故意跟自己较劲 老母亲气得都快疯了 可多情看见男友为了自己跟母亲吵架 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他告诉圣语一定会好好努力让伯母认可自己 这边松静为了不让女儿被人看不起 他主动找到南极想让他给自己投资 可第一句话就让南极误会了 听到这句话南极突然感到心跳加速 他以为松静的意思是想依靠自己 这让南极感到无比兴奋 他深情地看着松静期待着他的表白 看来松静一点都没感觉到南极早就喜欢上了他 南极知道松静的心思 所以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没想到接下来圣语也找他来帮忙 圣语祈求叔叔帮多情的父亲找一份工作 如果能让他改邪归正 母亲才能尽快答应让他们在一起 其实南极也在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只要松静前夫能够稳定下来 他们母女也不用再跟这个父亲汉操心了 很快南极就找到了松静的前夫 并把他安排在自己的酒店工作 前夫厚着脸皮要当酒店的经理 还说自己绝对有管理的能力 这点要求南极很容易就能满足他 随后就把他安排洗衣房当经理 管理的就是这一屋子的洗衣机 另一边不服输的多情 为了尽快得到伯母的认可 大早上就来到圣语家准备给大家做饭 还要跟他打赌 看谁能先得到对方母亲的同意 儿媳还没过门就被婆婆像奴隶一样使唤 不但每天伺候婆家人的一日三餐 还要帮忙做好家务 等一切收拾好以后婆婆还要仔细检查 只要有一点不满意就要重做 虽然被美英各种刁难 但多情为了能得到婆婆的认可 就算再难都要坚持 忙完家里的是多情还要到外公店帮忙 外公害怕美英会伤害到他 总是想办法来安慰多情 这边外婆实在看不下去 便出来给多情帮忙 小儿子埋怨妈妈就算是工作 也要有上下班的时间 这么使唤别人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不过人有好奇 为什么这几天都看不到哥哥 提到哥哥母亲就被气得火冒三丈 原来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也同样到美金家去干活 不过有姐夫的帮助圣语吸取到很多经验 但幸运的是松静并不是真的讨厌圣语 所以比起江医生 他会容易很多 松静不忍心看圣语在自己家忙活 一次次地劝他回去 可江医生交代过只要脸皮厚点 慢慢就能被丈母娘认可 更让美英生气的是 两个儿子都跑到松静家不肯回去 他愤怒地揪住小儿子的耳朵 又命令大儿子赶紧回家 可外公觉得这么下去实在不是办法 再继续下去 两家人就要弄得四分五裂 可一时间祖孙俩又想不出什么其他的办法 另一边松静也不想再这么继续下去 而且房子很快就到了日期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合适的房子 从这里搬出去 早上松静就来跟明侄解释 他知道明侄虽然没反对 但也不支持儿子和多情在一起 所以他希望明侄能够放心 等自己找到房子就会搬出去 转身松静就带着三个女儿准备去找房子 可还不等出发 圣语就过来准备陪他们一起去 这时美英和小儿子正巧回来 不知他们马上就要搬出去 真是高兴坏了 任语虽然也跟哥哥站在同一边 不过他还是希望哥哥不要太专注这里 时不时也要考虑一下妈妈的感受 小儿子劝妈妈也不要做得太过活 万一哥哥像江医生那样 直接搬到松静家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母亲见大儿子没希望 于是便将注意力转移到小儿子身上 这边松静带孩子们 已经找到了一个价格合适的乌塔房 之所以带圣语一起过去 松静就是想让他看到自己家的实际情况 这种天壤之别的婚姻 松静很害怕他接受不了 于是圣语也正是在岳母面前 表示了自己的真心 他常想这一切都被美英听到 美英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简直要气疯了 转身他又警告多情 要是圣语离家出走的话 你们俩就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见面了 美英话音刚落大家就感觉到了不对 难道妈妈的意思是只要自己不离家出走 就会同意自己跟多情在一起吗 随后圣语高兴地搂住了妈妈和多情 美英也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这个臭小子泡进了沟里 儿子不顾妈妈的反对 执意要跟隔壁家的女儿交往 妈妈一气之下 就把儿子连同行李一起扔到了隔壁家 圣语没办法只能无奈地投奔舅舅 可舅舅不想家在他们中间 便收拾好行李准备睡在圣语的房间 这边外婆得知女儿把孙子赶出了家 气得狠狠地将美英教训了一顿 多情听到里面的吵闹心里粉饰担心 就在这个时候南极正好扣着行李来了 南极表示美英最听自己的话 只有自己能把美英哄好 打成想下一秒就被美英赶了出来 南极实在没地方去 转身便来到松进家 还主动要跟江医生挤在一个房间 另一边外婆惦记外孙的时候 外孙正好打来了电话 圣语不明白 想找个像外婆这么好的女人怎么这么难 听到圣语的话 外婆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不过养出一个这样的女儿 外婆觉得实在对不起外孙 其实圣语是想请教外婆 用什么办法能逢好妈妈 虽然想去 圣语还是觉得离开家 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于是第二天 她便借着喂鱼的理由回到了家 结果还不等开口 就被妈妈狠狠地骂了一棍 没想到圣语一气之下 竟然在院子支起了帐篷 这样跟多情见面也就更容易了 虽然美英对儿子的做法非常气愤 但值得高兴的是 两天后松进和几个女儿就要搬走了 美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晚上主动把松进一家叫过来吃饭 更可气的是 还把小儿子几天前的相亲对象约到了家 目的就是想让多情一家 看看自己选儿媳的标准 美英的做法让外公十分生气 随后她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她就是要把房子租给江医生 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原来江医生不想让岳母住到乌塔坊 几天前就来和外公商量 想要租下这栋房子 没想到外公竟然当着大家的面狠一了 可美英的条件是 绝不能让外人跟江医生一起住在这里 哪成想多爱在关键时刻晒出自己的分欠 就连恩灿也站出来表示要跟外婆一起住 所有人都针对自己美英简直就要疯了 于是就想用离家出走的方法表示抗议 没想到爸爸当场就同意了 对于女儿的做法 外公实在忍无可忍 盛语已经在外面搭起了帐篷 多情也在家里像奴隶一样照顾着大家 你到底要把孩子逼成什么样才肯罢休 女人拿着一枚戒指来到男孩面前 并希望她能把这枚戒指带到自己的手上 虽然多爱答应了男友的求婚 但结婚前必须要让恩灿亲自把戒指给她戴上 让孩子接受自己这个妈妈 其实恩灿一直反对爸爸跟多情交往 她害怕有一天自己会再次尝到失去妈妈的痛苦 多情也猜到了恩灿内心的顾虑 所以她向恩灿保证 无论发生什么事自己都不会抛弃他们父子 此刻压在恩灿内心已久的石头总算放了下来 她拿起戒指轻轻地戴在多情的手上 从这一刻起 她再也不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 另一边将医生一直站在门口等着岳母回家 并将自己向多爱求婚的事告诉了岳母 为了多爱 她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这样才能好好在身边守护她 所以她祈求岳母能给自己这个机会 其实接触这么长时间 松静也早就看出了江医生的诚意 也相信把女儿交给她一定能过得幸福 虽然心里有很多话 但松静却什么都没有说 此刻江医生也似乎能感受到岳母的心意 但松静不想继续住在这里 更不想让女婿丰厚跟自己一起生活 可最终松静还是拗不过几个孩子 她实在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留在这里生活 幸好在南极的安慰下 松静心里才好胜些 可为了能够住得踏实一点 她还是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交给了女婿 江医生明白岳母的心意 便答应自己会替她好好保存 南极听说多爱要结婚 主动陪着他们一起来选家具 还把松静推到自己看上的一张床上 让她体验一下 南极的这个举动弄得松静十分尴尬 不过小两口还是选了一个比较小的 江医生还说买个小点的床 就能跟老婆挤在一起 虽然觉得这些话有道理 但南极还是觉得应该选一张大床 要是不趁这个机会宰一下衣服 那岂就是亏大了 单亲妈妈拿着两朵花 询问对面的男人哪一朵更漂亮 可男人早就看她看得入了审 女人以为她哪里不舒服 于是上前询问 男人顿时感到一阵头晕 松静这才意识到南极是在逗自己 原来松静正在给即将结婚的大女儿选花团 服务员告诉她 要是再加上刚才选的花就要七十万 可没想到向来节俭的松静 在女儿身上花多少钱都能舍得 南极知道松静要多累才能赚来这七十万 怎么还能用在买花上呢 因为没有孩子 南极实在是没办法理解父母对孩子的那天心 为了感谢南极帮自己给女儿张了婚礼 松静提议今天的饭由自己来请 可看了半天的菜单 却选了两份最便宜的牛杂面 南极本想在吃完饭后带着松静去喝咖啡 结果松静却说一会儿自己还有不采访 其实南极早就发现 松静每天都会背着孩子去洗盘子 当南极看着她疲惫的身影 心里别提有多心疼 很快就到了大女儿结婚的日子 多爱和江医生想办得简单一点 所以只请了明治一家 这让外国感到非常荣幸 南极也说这样的婚礼 就像两家人聚餐一样开心 松静觉得南极坐得太远 便让她到对面去坐 可南极却找各种理由拒绝 其领了人鱼早就看出了端鱼 既然作为新娘的义父 坐到新娘妈妈的身边应该最合适 看来最了解舅舅的人还真是人鱼 婚礼上两位新人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 外婆被邀请做今天的证婚人 仪式结束后南极的助理安排松静在贵宾室休息 看着晚宴被准备得这么细心 松静心里别提有多感激南极 不知不觉松静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南极也含泪水看着松静疲惫的样子 心里不知道有多么心疼 可看着看着 她却不经意地上前亲了一下松静的额头 哪成想这一幕正好被赖根看到 南极被吓得差点连婚都丢了 她想找个没人的地方 可外公却解释自己只是不小心乏了过去 看到南极说话吞吞吐吐的样子 外公一下就识破了她的小心思 豪门亲家第一次登门拜访 却是满脸的嫌弃 不但嫌弃南方家里的环境太差 还表示女儿结婚后 不能跟有老人的家庭一起生活 亲家的话顿时让美英心里十分不爽 不过为了能成功拍上这么有钱的亲家 脾气暴躁的美英 只能无奈地答应对方提出的各种无理要求 其实素利在上学的时候就一直暗恋着仁宇 但仁宇并不喜欢她 可哪想到不久前仁宇被母亲强迫去相亲 结果相亲对象竟然就是素利 美英更是对素利喜欢得不得了 就这样素利经常赖在仁宇家 这天素利说自己心情不好 想让仁宇陪她喝一杯红酒 没想到几杯酒下度两个人竟然喝多了 就这样两个人疯疯沉沉尽睡在了一张床上 结果这一幕正巧被父亲撞到 夫妻俩被气得简直就要崩溃 外婆也认为两个人还没结婚就睡到一起 简直是丢死人了 仁宇急忙解释事情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素利你干嘛的吧 夫妻这一哭 父亲还以为儿子针对人家干了什么 仁宇本来想让素利好好解释一下 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 她却开始恶心起来 两个未过难的媳妇 突然都变成这样 这可要彻底乱了 若琴赶紧跪在地上跟外婆解释 自己不过是条钻反射 可这却怎么也解释不清了 哪想到说到这关键时刻 素利又开始哭了起来 仁宇也被弄得简直就要疯了 没办法最后只能听从长辈的话 去岳父家拜访 哪想到刚进门岳父就要打断女儿的腿 看来这个媳妇人鱼是不能不娶了 可下来机灵的人鱼 又哪会想到自己竟然中了圈套 母亲实在是搞不懂 不过是想要结婚 何必要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 新郎刚要把一枚白金戒指 戴在新娘的手上 结果新娘却收回了手 因为新娘想要的是伊拉克的大钻戒 突然变成普通的戒指 她实在是难以接受 见女友满脸嫌弃的样子 新郎转身离开了现场 儿子突然要回婚 老母亲戚的简直叫疯了 美英为了能取到这个豪门千金 真是煞费苦心 还带着素利经常光顾的奢侈品店 来买衣服 可看到上面的价格 美英差点惊掉了下了 因为实在是消费不起 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刷了丈夫的信用卡 给素利买了一条裙子 回到家 明侄就狠狠地将美英教训了一顿 更让明侄没想到的是 订婚前豪门亲家带着你去买消费 竟然选了两块价值十亿的手表 并要求美英给她的女儿 至少要准备一枚伊拉克的钻戒 美英吓得赶紧收起自己结婚纪念日时 丈夫送了小钻戒 本以为摊上了豪门亲家自己被跟着沾光 可美英万万没想到 人家只是买点小东西就能让自己倾家荡产 为了不被亲家笑话 美英只能来求老公给自己拿点钱 其实明侄并不想跟这种门不当货不对的人做亲家 这种超出预算的婚姻 明侄实在是没办法接受 而且美英压根就没敢提起戒指的事 实在没办法 美英只好找朋友去借了高利贷 结果买来的戒指 儿子还放在了家里 其实人也不想依靠父母 他是想用自己赚的钱给素利买戒指来表示诚意 没想到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这样的婚结不结还有什么意义 突然在婚礼上发生这种事 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圣语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感情用事 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都要负得起这个责任 素利解释自己真的不是故意想要的样 就这样素利在众人的面前主动抬起手 让人鱼给他戴上了这枚普通的戒指 只因两个儿媳家境不同 婆婆就要区别对待 宁愿刷信卡都要领阿儿媳到奢侈品店买衣服 可反过来却觉得大儿媳只可以穿地摊货 就连外婆都觉得 女儿给孙媳妇买的衣服实在是太难看了 家里所有的家务也都交给了大儿媳去办 只要有一天不来干活 婆婆就忍不住开始抱怨 偶尔让二媳给自己帮忙 二媳却说她可干不了这种粗活 虽然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 可表面还是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就连南极都觉得美英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并告诉美英不要总是当着大家的面训斥多情 美英还以为南极真要那么做 其实松敬的孩子要是能接受南极的好意 他巴不得帮他们 就是因为多情不可能接受 所以南极才用这些话来威胁美英 为的就是不让多情在国家受他的气 因为订婚时 肃利嫌弃男友的戒指寒酸 险些被男也推婚 为了讨好仁宇 肃利答应她一定会改变坏毛病 仁宇也决定给她机会 让肃利跟妈妈好好学习 肃利说仁宇喜欢吃蔬菜包饭 所以想跟美英学习一下 没办法美英只好带着这个娇贵的公主 一起到院子里摘菜 见儿媳不动手只知道在那里指挥 伯婆心里非常生气 实在没办法她只能装作腰疼让肃利帮忙 没想到肃利却举起拳头给口部加油 见多婷过来美英急忙起身 还故意提醒她明明自己的父亲没死 却明目张胆地在外面练得干爹 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不得会笑吧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告诉多情 千万不能接受南极的帮助 晚上等人与回来 肃利急忙告诉她这些可都是自己做的 第一天能做成这样 人也还是比较满意的 可没想到下一秒母亲就扶着老妖来到图房 就这样苏利的谎言直接被揭穿了 婆婆还满脸不情愿地帮苏了结尾 听到儿子的话 老妖婷真是差点没被气死 隔天人羽让苏利去看外公外婆 可苏利什么都不会做 只能找多情来给自己帮忙 还说自己很害怕做饭 会弄坏自己新做的指甲 苏利觉得自己就不适合做这些事 那么你这边来说食语学习的话 就不要说了 吃饭不干的 我会给你帮忙 老妖婷就帮忙 对 可外婆实在不想跟这个孙媳妇聊天 刚要起身 静不小心放一个屁 没想到苏利却大惊小怪地说 这味道实在是太大眼睛了 还要打开窗口 靠靠新鲜空气 苏利的举动让外公非常生气 还教训多情 为什么不去好好工作 难道苏利叫你 你就要来吗 其实外公这么做 是不想让外婆难过 因为外婆不想让别人知道 自己患上了帕金森 可最近消化非常不好 而且嗅觉也逐渐减退 对于自己的异常 外婆还落实无法接受 外婆得了一种叫做帕金森的疾病 但没心没肺的女儿却一直没有发现 因为长时间腿疼了 外婆不能起身去干家务活 没想到好吃懒做的女儿 第二天就请了一个保隆 外婆就明白女儿都已经五十多岁 怎么这点事都不能做 外婆知道自己这辈子最失败的 就是没教育好女儿 如今得了这种病 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几个孩子 可她又无法接受自己一天不如一天的生殖 为了不让孩子们担心 老两口从这个家里搬了出去 外公把经营了半辈子的小店交给了女婿 决定要在剩下的时间好好照顾外婆 她把外婆每天吃的尿酸好后 装到小壳子里 然后用笔座上标记放在悬眼的地方 孩子们也经常过来看望两位老人 可女儿刚坐下还要指使老母亲去给自己倒水 老母亲实在考虑了 到什么时候才能成立 时间久了细心的多情渐渐发现了不对 而且她已经接连几次看到外婆手抖了厉害 直到这天她看到了放在桌子上的药 得知外婆得了这种病多情非常难过 外公觉得自己也该静一下做丈夫的本分了 从家里搬出来 外婆的心里就不用再有那么大的压力 想要拖着腿走路或者是手在拼命的抖 反正家里没有别人 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外公想让多情先替自己保护 别把外婆生病的事告诉大家 多情知道自己什么都帮不上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外婆含有气息的时候 能看到自己结婚 多情为了能快点跟男友结婚 甚至还勾引圣女犯错 可没想到这一幕竟然被女妻看到 母亲知道如果再不结婚 两个孩子可能就要生一煮成熟饭了 第二天她便来到外公家 打算商量一下两个孩子的婚事 雅成想在这个时候 外婆突然在卫生间摔倒吗 就这样圣女也知道了外婆生病的消息 这一刻她也终于明白 你有着急结婚的目的 很快就到多情跟圣女结婚的日子 外婆拖着沉重的身体 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外公想当着所有人的面 拜托两个孩子 帮自己完成一个未完成的心愿 那就是在这种阳光明媚的日子 一起出去晒晒被子 以后牵着对方的手去看看彩虹 下雪的时候 一起出去感受一下雪中的浪漫 虽然这一切看似很容易 但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总会复了一些容易做的事 婚礼结束后 到了新娘抛捧花的环节 大家都想接到那束花成为下一个结婚的人 可谁又能想到这份信用 竟直接掉下了南极 舒豪刚要跟单亲妈妈表白 结果却被人家堵住了嘴 就在松静想要正拖出去的时候 南极却无意间将他拽到了自己的面前 尴尬的是这一幕正好被躲在车里的女儿和女婿看到 就这样两个人整整对视了一分钟 等松静缓过神来 才满脸尴尬地推开了南极 其实几个女儿知道妈妈这几年受的苦 所以并不反对妈妈恋爱 但松静觉得这个年龄恋爱实在是太丢人了 另一边南极还好奇 自己都已经表白了 对方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 随后急性子的他 转身就来到了明治家 外公见南极这么晚过来 瞬间就明白了他的心意 南极不知该如何回答 转身就尴尬地跑了出去 原来自从上次南极偷亲松静 正巧被外公撞到后 外公总会故意逗他 第二天松静把南极约到了咖啡厅 见松静刻意打扮一下 他以为接下来会有什么好消息 没想到是因为新书发布的事 看来南极这次真是想多了 对于那天晚上的事 松静非常感激南极能这么欣赏自己 可松静觉得还是做朋友比较合适 虽然被拒绝 但南极又怎能轻易放弃 第二天他又借着写作的理由 把松静带了出来 而这也是松静第一次来到 这种人间仙境的地方 虽然心里对南极也有些心动 但他心里明白 不可能跟这个小自己 十几岁的男人有什么结果 趁南极出去的时候 松静留下字条离开了这里 结果下一秒南极就追了上来 南极不明白 他拒绝自己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松静的一巴掌似乎一下打醒了南极 从那以后 除了工作上的是两个人只要碰到 松静总是故意躲着他 可没想到南极竟然带着一个女人 故意出现在松静面前 见两人来往密切 松静的粗坛子都要打翻了 这天南极特意给外婆换了一台新的洗衣机 由于距离太近 松静在起身的时候竟撞到了南极身上 南极转身就把松静抱在了怀里 为了攀上有钱的亲家 婆婆竟然借高利贷给儿媳买了三克拉的钻戒 没想到债主很快就追不来要债 实在没办法 美英只好来讨好丈夫 她假装一副委屈的样子说 要是除了生活费还能有点零花钱 那该有多好 那样还可以给大儿媳买点像药的衣服 随后美英就跑到父亲那里开始苦求 因为之前她一直反对多情和圣语结婚 现在既然做了自己的儿媳 美英还是想对她好一点 而且人与丈母娘家条件那么好 人家多情嫁不来 咱们也不能弄得太寒酸 美英怎么也没想到 老父亲竟然这么爽快 可当她听到女儿想要一亿的时候 差点吓得音乐过去 在父亲这里碰了一鼻子灰 美英只能来求母亲 可家里的钱一直都问你父亲哪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 美英突然发现母亲手抖得特别厉害 母亲害怕自己的病被发现 只能撒谎说是被她气的 就这样美英也并没在意 此刻她的心思已经全部都放在钱上 于是趁母亲出去的时候 便准备偷出父亲的存折 没想到竟然在抽屉里看到了父亲的日记 而且上面详细地记录着母亲的病情 这下美英才知道 母亲在搬出来前就生了病 她生气地来找多情 责怪她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件事告诉自己 然后又紧紧抱住儿媳 伤心的同时 也在感谢她这么长时间对外婆的照顾 明知这才明白两位老人突然要搬出去的原因 也都知道外婆这么做 是不想让大家替她担心 可现在作为家里的顶量住 她的眼前却感到一片迷茫 见到老母亲摔倒都不敢上前去扶 要是岳母知道大家都发现她生病的事 心里的压力一定会更大 美英一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情绪失控的她早已崩溃 得知消息的松静急忙赶了过来 她告诉美英既然知道了就痛快地哭一场 哭过以后就立刻打起精神 跟丈夫和孩子们一起撑起这个家 随后仁宇也赶过来看望外婆 她强称这泪水都外婆开心 可笑着笑着又把外婆搂在怀里 生怕外婆有一天会真的离开自己 外公看到女儿和女婿的状态 狠狠地将两个人骂了一顿 多情和盛宇在得知外婆生病的情况下 才举办了婚礼 但他们都坚强地撑了下来 你们怎么能因为这件事 连店里的生意都不管了呢 人的一生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得什么病 我们现在该做的是在她活着的时候 让她每一天都过得开心快乐 外婆生病后 既害怕自己隐瞒病情的是 被孩子们发现 又因为每天看不到他们感到孤独 此刻家里的孩子们 也一直想把外公外婆借回家 但直接把他们接回来 外婆一定会发现 大家已经知道她生病的事 大儿媳觉得 要不然咱们就故意疏远外婆 说不准外婆受不了孤独寂寞 就会搬回来住 一家人也都觉得多情的主意不错 就这样所有人都跟外婆断了联系 没想到才过了两天 外婆就忍不住给圣语打去了电话 问她最近是不是太忙 不但见不到人怎么连的电话都没有 无奈的圣语只能谎称开会 挂断了外婆的电话 外婆因为过于寂寞 便来到小区里溜达 可走着走着 她竟忘记了回家的路 好在外公及时找到了她 这才让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因为害怕外婆真的出事 外公给圣语打去了电话 一家人觉得这个办法不行 于是商量好一起搬到外婆家 外婆看到一大家子人突然闯进来 虽然嘴上唠叨嫌 他们唧唧喳喳地吵个没完没了 可下一秒就急忙跑到厨房 给孩子们准备好吃的 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 外婆非常开心 大家也对她身体上的变化 装作视而不见 时间久了 外婆渐渐接受了自己的病症 她也不会再故意躲着大家 就这样一家人 很快又搬回了那个属于他们的家 另一边在南极的帮助下 松静新书发布后 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听 粉丝们也纷纷前来找她签名 可人气来了 总会有从中故意挑适的 甚至还提起松静上次办签名会时 被弄得狼队不堪 被人当众揭开伤疤 松静实在是无法面对大家 没想到就在这时南极突然赶了过来 南极的出现让松静的心里顿时有了依靠 也成功让这次的发布会顺利的进行 南极告诉松静既然想成功 这种事以后还会接连不断的发生 所以他希望松静一定要振作起来 有了南极的安慰 松静突然觉得他就是自己的精神支柱 憋在心里的委屈 也随着泪水发泄出来 就这样松静渐渐接受了这个男人 有了爱情的滋润 南极瞬间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 跟松静第一次约会 他换了一套又一套衣服 结果两个人见面时 他们才发现 选的衣服颜色竟然一样 饭后他们一起出来散步 没想到松静一时不注意 差点被行驶来的自行车撞到 也正因为这辆自行车 让两个人的手牵在了一起 得知妈妈谈恋爱 孩子们都非常高兴 但这件事让大女婿非常放心 难道自己要管一个 跟年龄相仿的人叫爸爸吗 大女婿突然的出现 让丈母娘感到十分尴尬 南极埋怨将医生 可真没有眼力架 这不能当作没看见吗 可江医生其实是想保护丈母娘 因为自己何度爱没结婚的时候 丈母娘说过 在结婚前是绝对不能 动女人一根汗毛的 随后几个女儿也先后过来 并且跟江医生站在了同一战线 看来孩子们虽然心里接受了她 但想把妈妈取走可没有那么容易 其实孩子们一直都很好奇 南极和妈妈相差十几岁 而且以她这么好的条件 为什么会喜欢上妈妈 南极告诉孩子们 虽然自己也有父母 但从小到大都没感受到亲人的爱 所以这种家庭氛围 她非常喜欢 自从跟松静接触以后 南极觉得特别踏实 而且自己也试图用钱诱惑过松静 但最后发现 就算自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你们的妈妈也不会接受 南极发自肺腑的话 也让孩子们看到了她对妈妈的真心 这天南极刚出差回来 就赖在松静家的沙发上睡觉 将医生叫了几次 她都不肯起来 还说自己刚从几周岛回来 正快倒时差 听到孩子这么说 南极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本以为母亲出来 她就会回去了 哪想到翻了身 就睡在了沙发上 很快就到了两个人结婚的日子 南极高兴的就像那孩子一样 这么肉麻的话 让松静瞬间羞红了脸 美英告诉松静 南极要是敢让你受委屈 自己可绝对饶不了她 转眼几年过去了 南极除了工作时间 整天都围在两个小孙子的身边 还嘱咐美英千万不要糊弄 一定要给孩子弄点好吃的 三个老人抢着照顾两个孩子 这边肃立也到了孕晚期 即将要当妈妈的她 也不再娇神惯养 多人变后找到自己的真爱 松静前夫带着儿子 也不再去打扰他们的生活 另一边 外婆已经不认得自己的家人 外公每天都会把家里人 给她重新借上一遍 虽然对家里的每个人都感到陌生 但这里的一切 都让外婆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感谢观看